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各位同學 我們可以開始了 我們這課叫做韋伯挑戰馬克思 那麼挑戰他哪些地方 我們前面從他韋伯的方法論 從他對資本主義的看法 這些都是馬克思很注重的東西 有所批評 然後我們今天主要是談 韋伯對馬克思國家觀的挑戰 談到馬克思的國家觀 我們幾個禮拜前或者上禮拜都提到 至少馬克思有五種不同的國家觀 最年輕時代的馬克思 因為對黑格哲學非常的瘋狂 熱心原讀 所以他們早期都是黑格門生 雖然沒有正式上過黑格的課 原因是很簡單 黑格在1770年出生 1831年過世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柏林 恩格斯不是正式的學生 他是來旁聽而已 那麼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柏林大學 求學的當中大概是1838年以後 一兩年 那麼這當中黑格已經死了五六年了 所以不可能馬克思成為黑格的門徒 雖然不是黑格的門徒 可是馬克思對黑格的學說一直很沉醉 黑格主要把國家和市民社會分成兩階 全體的國家社會 一個國家境界裡頭的社會 我們今天來講叫National Society 國家的社會 在個國家的社會裡面 當成一個三角形來看待的話 那麼這三角形上面的三角形 就是說它當中分成兩階 下面是零形 上面是三角形 小的三角形 小的三角形代表了社會的典章制度 那麼黑格一言以蔽之稱 這個叫政治國家 那下面呢就叫做民間社會 所以黑格把一個國家裡頭的社會呢 國家範圍裡頭的社會 我剛用的National Society 分成兩階 上頭叫做政治國家 下面零形叫做民間社會 那麼有人換作市民社會 公民社會都可以 馬克思後來國家 或者社會的建築學的比喻 也分成兩部分 社會的下層 這個零形的部分 馬克思稱作經濟基礎 或者有時要稱作生產方式 那麼馬克思的社會觀的上層呢 這三角形呢 就是黑格所講的政治國家 馬克思就用這個上層建築來描述 換句話說 馬克思的國家觀的建築學比喻 把國家分成上層建築 還有下面經濟基礎 或者下層建築 下層建築是經濟基礎 所以從這裡來看 算是洪老師研究馬克思主義垂六十年 得來的結論 馬克思建築學的比喻 其實是黑格學說的翻版 黑格對國家分成兩階的翻版 馬克思不完全用黑格的名詞 自己編了一個上層建築 還有下層建築 或者把下層建築稱為經濟基礎 就是馬克思的國家觀的大概情況 那麼馬克思一生裡頭 尤其年輕時候對黑格這麼崇拜 因此呢 他認為國家 就像黑格所說的 就是人自由最大的實現 人呢 只有在國家裡頭 他的倫理價值 才可以得到實現 人雖然是要生活在這個市民社會當中 或者我們稱作公民社會 或者我們稱作民間社會 人雖然要活在這個一般的社會裡面 互相交易我們的產物 那麼過這個商貿 還有這個滿足你的物資生活的條件 實意住行民生問題的解決 都要在社會裡面 可是人的精神生活的最高峰 卻是在政治裡頭 在國家裡頭 所以早期馬克思 因為福音黑格爾學說 所以認為國家就是 人生活最高的境界 因為把國家捧得很高 把國家捧得很高 你也可以說是國家主義者 所以德國人很多是國家主義者 所以後來會變成了 希特勒 濫用國家機構來為非作代 這是當然後來的事 但是這個血液 這個基因 大概都要在黑格爾 甚至於在哥德的身上來找 換句話說 德國人之所以會崇拜國家主義 把國家看得很高 這個和黑格爾的學說非常有關聯 所以馬克思早年也是這樣 可是後來馬克思改編 在1844年 馬克思寫了一個很有名的經濟哲學手稿 在這個手稿裡頭 馬克思大談異化的問題 那麼國家變成是社會的異化 社會是國家的異化 這是完全學習菲爾巴哈的說詞 早先馬克思恩格斯對黑格爾很崇拜 可是在1840年代 出現了一個叫菲爾巴哈的人物 菲爾巴哈講出一句話 他說神是人的異化 人是神的異化 那馬克思把菲爾巴哈這句話 應用來到政治上 國家就是社會的異化 社會就是國家的異化 所以第二階段馬克思的國家觀 可以說是異化說 第三階段1848年 馬克思和恩格斯發布了一個很有名的學年 同學都知道 叫做共產黨學年 這個共產黨學年 Manifest Communist Party Manifesto of Communist Party 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文件 可以說馬克思一生裡面寫的東西 最受廣大的群眾 全球對認識馬克思最厲害 不是他的資本論 因為資本論太監設 不是普通人看得懂 反而是共產黨宣言 共產黨宣言 我們後來會談 在韋伯心目中 並不是一個很簡單的文件 一個很簡單的宣傳品而已 政治宣傳品 共產黨的宣傳 不是 在這個韋伯心目中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寫的 共產黨宣言 是一個很了不起的學術著重 很高的學術的成就 這是韋伯對馬克思非常推崇的地方 那麼在共產黨宣言裡頭 馬克思和恩格斯怎麼看待國家 他們把國家看成是 布爾喬雅公共事務的管理委員會 因為國家總需要有個政府 我們國家需要人民 需要土地 需要主權 更重要要推動國家政策的一個機構 我們稱作政府 所以在布爾喬雅的國家 什麼叫布爾喬雅的國家 我們就資產階級統治下的國家 資本主義籠罩下的國家 那麼國家 政府是互相相通的 那麼政府就是一個管理委員會 誰的管理委員會呢 資產階級的利益 公共事務的管理委員會 所以這變成馬克思第三種的國家觀 第一種國家觀 把國家當作自由的最高體現 倫理價值可以實現的地點 國家高高在上是人民 這一生裡面應該追求夢想 作為國家的一分子 作為公民的期許 第二階段 馬克思認為國家不過是社會的異化 社會是國家的異化 就是說國家呢 當它不是真正的本身 而變成一個別扭曲的東西的話 那麼它是社會的異化 因為人活在社會裡面多 活在國家的範圍少 這什麼意思 你的日常生活你要解決 那麼但是呢 有一天國家要讓你當兵 讓你服役 你要出國 要想辦法申請護照 你要選舉投票 你要罷免也要投票 所以當你呢 對公家的事務 涉入的那一天 你才變成公民 你有投票權 那時候呢 你才加入國家 所以你在國家的範圍 因為國家不是天天在選舉 天天在投票 天天在罷免 都不是 那麼四年五年 舉行一次投票 幫兵也是男生才有機會 被抓去當兵 很不高興也得去 女生大概免了 那麼如果你活在 生活在以色列 女生也要當兵 所以當你繳稅 當兵服役 這時候你才想到 國家的存在 你平常是在一個社會裡頭 在你的職場上 在學校裡頭 在研究機構裡頭 在這個外面的公共的這個 機關或者私人的 商業機關裡面服務 所以你大部分的 生活的範圍是在社會 但是每三年四年投一次票 或者你不幸被抓去當兵 我用不幸這個字眼 那時候你就體會到國家的存在 所以這個時候的韋伯 已經進入到第三類的 這個國家的機構 那就是說把國家看成是 資產階級 保護他們的個人的群眾的 資產階級的那個階級的權利 你當這些資產家 為了自己的利益 必須要找個代理人來管理 那麼這個代理人就是政府 就是國家 所以是第三個馬克思的想法 馬克思第四個國家的想法 叫寄生學說 寄生蟲的學說 國家是一個寄生蟲 我上次已經提過了 這主要是用 拿破崙三世為代表 因為拿破崙三世 手下有五十萬的官吏 有五十萬的軍人 軍隊 那麼靠官吏和士兵 來維持他的政權 所以呢 他不過是一個寄生蟲 他是在這個社會的上面 靠社會提供人力 物力 人力就是去當兵 當官員 物力呢 繳稅 老百姓要繳稅 所以政府呢 國家這個機關呢 就變成在社會的上面 靠社會而維持這個國家的生命 所以國家成為社會的寄生蟲 馬克思居然有一個 第四個國家觀 叫做社會寄生蟲說 最後第五也是整個 綜合馬克思恩格斯最後的餘生 就從1848年以後 1850年代以後 因為談到這個寄生蟲 學說大概1851年 所以從1851年以後 到馬克思1883年失事 到恩格斯1895年過世 在漫長的幾十年裡頭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堅持的 國家觀也是最後最重要的國家觀 這個國家觀是把國家 當成一個剝削勞動者的機器來看待 是看作一個壓榨老百姓 欺凌老百姓的機器 老百姓大概都是主要的工人 所以馬克思恩格斯終身最後的 我們現在能想像到的 馬恩兩個恩的國家觀是什麼 就是國家半年壓迫老百姓 剝削老百姓壓榨生產者 他的勞動這樣的一個機器 那麼這個觀念和前面的那個 第三種的看法就是 國家是一個行政的管理委員會的看法 是相近的接近 馬恩還有一個最後對國家的看法 因為他們追求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 沒有階級 沒有剝削 沒有異化的新社會的出現 當然這個只是他們的烏托邦 在馬恩在世的時候 根本沒有辦法實現 即便是馬恩死了一百多年 兩百多年以後今天來看 也沒有這個所謂 真正的共產主義的出現 如有出現只是社會主義 而且這個社會主義 還要用中國的社會主義 趙紫陽首先這麼想 那今天習近平也是一樣 今天的社會主義是新中國的 新習近平為代表的社會主義 所以他們沒有進入到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還是一個遙遠的夢 就像各位知道 習近平說中國現在已經進入了小康的時代 結果馬上就給現在的他的下手 他的總理給他打臉 中國人現在大概有六億的人口 每個月子能夠拿到一千人民幣 各位想想一千人民幣等於多少 四千五台幣而已 一個月四千五台幣能活嗎 當然中國人可以活 因為他們還有一個月子拿五百塊錢的人 這種五百塊錢的人 賺一億以上的人口 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 中國這個夢 要真正達到這個中國人 大家又富有 又不要到富有了 小康啦 都是一個遙遠的夢 共產主義的社會 更是更遙遠的夢 就因為這樣 馬克斯和恩格斯認為 將來的國家沒有必要存在 所以國家會消亡 消失死亡 就像一朵花朵一樣 威著 各位知道威著 是花凋謝的意思 凋零的意思 國家呢 有朝一日就會像花朵一樣凋謝 這個是還是和平的說法 另外一種說法是 國家被奧富賀變 奧富賀變何謂也洋氣 國家被洋氣了 洋氣有什麼意思 就把它棄掉放棄掉了 那就因為普勞革命的成功 把階級打破 那麼人類的全球 一旦沒有階級存在 沒有階級鬥爭 就沒有國家存在的必要 所以最後呢 國家要消失了 恩格斯還說出很美的一句話 他說取代過去人管理人的那種國家 將來是人管理事 人計劃經濟的一種社會 那種社會就沒有國家的存在 所以很有趣的是 馬恩對未來的國家不存絲毫的希望 不但不存絲毫的希望 而且還賭咒或者是發誓要消滅國家 要讓國家枯萎下去 讓它洋氣掉 被人家提升然後會放棄 放棄的是國家的廣架 提升著人的自由 人類的解放 好 以上我們談完 馬恩的國家觀 事實上已經上禮拜已經談了 今天在重複數而已 那麼我們開始談到韋伯 韋伯怎麼樣看到國家 韋伯不像馬克斯恩格斯一樣 對國家有一個未來有什麼消失 什麼這樣的想法 韋伯反而是把國家 看作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機構 是過去的人類 現在的人類都要遭遇的一個怪獸 而未來他沒有認為國家會消亡 他反而會認為國家還是積蓄著存活下去 更可惡的是將來的國家 都是由一些官僚來統治 所以因為官僚的統治 使得我們每一個人都被換到一個鐵籠裡頭去 所以人呢 因為過度的採用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最高的表現官僚體系 官僚體系並不是在政府機關才有 在所有的民間的企業 所有的公司行號裡頭 都有官僚這個存在 所以因為有官僚存在 所以將來的人類不可能過著好日子 不像馬克斯恩格斯講的 人類最終會得到解放 會獲得自由 對韋伯來講 剛剛相反 隨著歲月的累積往前走 將來的社會明顯地 會變成每一個人一個羅伯一個坑 處處受到官僚的理性管理的宰治 所以你雖然表面講得很理性 最後你自己的個人的自由 卻相對的被剝奪 當然不是徹底的剝奪 韋伯對自由的看法 和馬克斯恩格斯的看法不一樣 馬克斯恩格斯最後的人類要獲得最大的自由 獲得解放 韋伯卻認為未來的這個社會 因為工具理性發達 所以你關在一個鐵籠裡面 你在你的工作崗位上 你一個羅伯一個坑 你只要能夠遵守你這裡面的規矩 那麼你還是享有一定的自由 可是自由不是絕對的自由 是相對的自由 好 我們先看韋伯怎麼來定義這個國家 這是很特殊的一個看法 韋伯看國家是一個合法壟斷公權力的機構 我這話講得很重而且很事實 到今天為止 你活在你的國家的人土上 那麼國家就是一個壟斷公權力的機關 公權力常常是暴力 各位知道 暴力可以來對付你 像這個當年學生要攻這個行政院的時候 一個自由主義出身的僵域化 當了行政院長 他叫警察來打這些學生 打得頭破血流 有的人差一點都休克了 可是後來你要追究責任 國民黨下台 民進黨上來了 到底打人那些警察在哪裡 當時是從南部調過來的 那些報警 沒有一個我們查得出來 沒有一個報警 能夠被司法 用這個公平正義的方法把它追究 他當年打學生 打到頭破血流的這個結果 當然學生創進行政院 可能有他的不對的地方 這是另外一件事 可是居然把學生打得這樣的程度 那今天我們看看 香港的這個報警 對這個示威的民眾 示威的老百姓 所用的那種殘酷的手段 橡皮子彈 辣椒粉 最重要的是強烈的噴水 都造成了很大的傷害 當然香港不是國家 但是香港的這個公權力 就在警察的手裡 他自從已經回歸到中國了 那麼就是國家的這個 所以為什麼今天一提到 港版的國安法 香港人都非常憤怒 假如你是香港人 你也一定很憤怒 那麼從這地方我們看到 韋伯談到國家就是一個壟斷性的暴力的使用者 那麼這個說法可以說 從過去到今天很少有人談 當然偶然談 托羅茲基也談等等 但沒有像韋伯談得那麼清楚 把國家的定義 定義是一個機構 而這個機構有它的特權 什麼特權 它有壟斷權 壟斷什麼 合法的暴力 合法暴力的使用 合法暴力的威脅 有時候你不一定使用 威脅就夠了 我這個是政府就是一個 合法的暴力機關 你敢來挑戰我嗎 你政黨都沒有辦法來挑戰我 這個當然在野黨想要挑戰 執政黨的這個暴力的機關 沒有辦法 為什麼 因為它打到政權 它都有它的正當性 所以它使用暴力也是一種正當的使用的方法 同時呢 偉伯看得很清楚 政治是人統治人的社會行為 這個呢 也值得我們了解 他認為政治當然是 國家這個機構的運作 叫做政治 國家這個機關一定要有所operation 要採取一些行動 它採取的任何行動 都叫做政治 但是要發布這個選舉法 要發布罷免法 國家都有它的正當性 而且它擁有它這個正當性是 壟斷性的 獨斷的 別人沒有辦法跟它相爭的 只要你贏得到政權 你就是有了正當性了 偉伯這裡沒有講這個政權是合法性 偉伯還是分辨了正當性和合法性 合法性只是符合法律規定 符合憲法 這叫做合法性 正當性呢 就是你是由老百姓一票一票這樣選出來的 你縱然只多了對方 只百票一兩票十五票 一樣的可以當選 你就獲得了正當性了 那麼很明顯的 無論就哪裡來講 國家是歷史發展中的一個很特殊的機構 這根據偉伯的說法 偉伯不像很多人幻想 國家是由於老百姓的契約成立的 也不想像征服說 一方戰勝別的地方 一個部落把另外一個部落打敗 把別的部落併吞過來就成為國家 他也不採用所謂社企說 社會企業說 社會企業說說什麼 國家就是老百姓 大家因為互相爭執太慘 那常常在吵鬧 乾脆就找個中間人來判斷你我爭執的是非 那麼因為找到一個部落裡頭的長老 找到一個小的原始社會裡面的賢達 那麼這個賢達也好 這個長老也好 後來就轉化成政府的機關 擁有公權力的機關 所以偉伯對社會企業說 也不看在眼裡 偉伯完全就過去古羅馬 或者古羅馬之前古希臘 他們的部落怎麼樣來結合 變成國家完全用歷史的考察 那麼在歷史的考察裡面發現 國家的出現是一個很特殊的 國家的結構是很unique 是很獨一無二的 沒有人可以和國家相比 是獨一的排他的組織 我們把它的定義看一下 他說只要其行政人員在維持社會的秩序的時候 他很成功地擁有正當合法的暴力 其實是一個正當性的暴力 legitimate physical strongest physic 各位看到是身體上的 physic不是只有物理 形體上的暴力 形體上的強迫力量 那麼它是正當的 而且對這個正當的 它這裡面來了一個 但是monopole monopole的意思就因為 monopoly就是壟斷的 只要你對於這個壓迫老百姓的公權力的擁有 是一個壟斷性的 別人沒有辦法挑戰的 你隨便來挑戰 就叛亂團體來挑戰 可是叛亂團體常常是失敗的 不容易成功 因為正當的性就完全有 誰有辦法拿到政權 所以就自稱它擁有正當性 那麼這個叫做國家 藉著警察全力的執行 要面保護老百姓的財產 保護了國家不受外來的侵略 保護了國家的積蓄 能夠維持它的正當性 這就是國家 我們這個圖裡面 Greek city state 早期的希臘的城邦 後來羅馬的帝國 後來最著名的變成是 17世紀中越以後的 Nation state Nation state我們換例 民族國家 不是民族 不是人民當家做主的主 是種族的族 民族國家 民族國家從哪裡開始 從Westphalia條約地定的1848年開始 Westphalia 我們稱作西發里亞 那麼那時候德國的中部 還有今天的捷克的一部分 曾經陷入了宗教戰爭 舊教新教之間的大戰 全30年之久 1618到1648 所以最後宗教戰爭結束了 宗教戰爭結束了以後 那麼歐洲就開始 370多年到今天 不只是歐洲 後來世界各國完全效法 成立了Nation state 成立了一個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national states 這個叫做民族國家的系統 民族國家的體系 這是研究國際關係的人 難道今天還要認識到 今天的世界完全是民族國家在控制的世界 世界的政治 國際的政治 就是民族國家之間相互來往 我們叫做互動 Interaction 產生的系統 產生的體系 所以民族國家變成當代最重要的 你寄居的地方 那麼在二十世紀末 二十一世紀初 盛宵城上的什麼東西 全球化 全球化裡面好像把國界要打破了 尤其是歐洲聯盟成立 歐盟 歐盟後來又因為英國脫歐 那是另外一件事 但基本上就是把國界的關係 慢慢的再消除 要化除國界的存在 所以人 後 物 精神 觀念 都可以彼此流通 所以這個就是全球化 全球化就是打破國界人 後 能夠通行 而且是遍布全球 這樣的一個新的局勢 可是各位同學注意到沒有 這個所謂的環球化 全球化 今天因為武漢疫情爆發 各國又開始怎麼樣 封城 封國 不讓別的國家來的人民隨便來往 連台灣這樣有本事 有防疫成功的國家 對於未來其他國家進來的旅客也好 商務人員也好 還是要謹慎以對 那麼這又是恢復到一個 國與國之間 不信任或者猜忌或者懷疑 或者懷疑 或者不是讓大家很容易的來往 這一個新的國際的情景 所以這時候你在回想韋伯 對國家的看法 你會覺得韋伯還是有先見之明 他雖然他死了一百年 很快的6月14號 他四四一百週年的紀念 韋伯死了一百年以後 歐美國家雖然問意橫行 沒有完全消除尤其美國 尤其歐洲某些國家 那麼這個國家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剛剛提的 封城對於不聽話的 啪啪噪的那個染疫的這個老百姓 印度人用G棒來打 不是皮鞭喔 不是成條喔 是用棒子來打 打那些不聽話 不願意那個菲律賓 別朝鮮 甚至我們聽到說 只要得到這種病的人 一槍把他打死 杜多特的這個奏風就是這樣 你不聽話你染病了 一聲把你打死 國家公權力 你說這是公權力的濫用 我不反對 但事實上國家有這個權力 有這個正當性 使用打死人的這個暴力 那麼偉博的說話 你能說錯誤嗎 偉博的說法是很現實的 不像馬克是一個理想的 想到未來國家會消失 偉博認為國家公權是 越來越膨脹 越來越大 這裡面誰來幫忙國家 興風作浪 主要是官員 官僚 這官僚 剛剛你談的 不只是限於國家機關裡頭 連這個別的單位也有 別的什麼單位 私人的商業團體 你家裡頭的 開個小鋪子 也有 老闆就權力很高了 他請你 他把你壞掉 他的權力很大 所以呢 官僚體系呢 是一個理性的表現 所以這個理性叫做工具理性 我們談到偉博有兩個不同的理性 一個叫做價值理性 一個叫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又是稱為目的理性 所以目的理性和價值理性 站在兩個不同 單純說有它合理的說法 目的理性等於是工具理性 就是你要達到一個目標 你要研究走哪一條路最捷徑 最好 而且發揮最少 最經濟 最符合經濟的打算 這叫做才講理性啊 理性就是懂得 打算得失啊 厲害啊 用最少的代價得到最高的報酬啊 這才叫理性啊 上次讓各位來進來課室來讀書 課室是你來這裡上課的一個目標 但是你要達到這個目標 你是搭這個火車到新竹站再轉車過來 還是坐校車 還是這個自己開車 騎摩托車 甚至走路都有可能 當然從火車站走到這裡太遠了 不過洪老師是走過的喔 從這個新竹的火車站走到我們學校喔 當然我是要鍛鍊身體啦 這個我的工具理性和你們的工具理性不一樣 那麼這個叫工具理性 或者目的理性 另外一個價值理性 我就用時可發的這個 為了暴宗啊 可以說那種欲宗 很笨的宗 未來要對他的君王表示效忠 在敵人壓迫套套成牆的時候 舉刀致敬 把和容割斷 那麼我們說他是訓國 為國家來訓職 那麼訓國的人表示他的忠誠 忠誠就是他的價值 訓國 訓國本身 用個刀把這個脖子割斷 那哪裡是一個理性 非理性身為 可是他居然這樣做 就表示他為一個價值可以犧牲 那當然不要講到這個思可發了 我們講到一般的男女同學 彼此不能夠修滿那個愛情 自殺的有 跳樓的也有 而這個呢 在某個意義上 也是一種叫做價值理性的行為 雖然自殺不足法也 自殺是最笨的一個方法 但是呢 我們仍然看得出韋伯分辨這種理性 所以現代人的最大的作法呢 就是這個理性 好 好我們再繼續看看韋伯怎麼樣來看待古代的國家 包括中古時代 義大利 因為義大利也有城市邦國 市邦城邦城邦城市國家這樣的 不只是古希臘有城市國家 中古時期的義大利也有 韋伯認為國家社團封建主義 都是社會學的範疇 在這些範疇裡頭指向人群合作的行為 你會結成一個團體 當然你是要有社會行為 而且要加以合作 在人心的行為可以 被了解為參與國家社團封建主義的諸個人的行為 韋伯比較不贊成用集體的眼光來看待 我們提過一個名詞 叫做方法論的個體主義 韋伯贊成說 對社會現象的解釋 要站在一個個人的 因為所有的社會發生的事情都是個別的 國家表面上是國家在行動 但是國家能行動嗎 不可能 是以國家為明目的那些外交官 行政官 政府的官員 他們在行動 所以即便是外交 即便是內政 任何一個動作都是個別人的行為 所以韋伯是強調社會行為就是個別人的行為 即便是國家 他只是用國家的名義來出來 或者某一個公司行號 你只是用公司行號的名義而已 但是裡面還是要一些人來做 所以諸個人結合成人群 人群有合作的時候 也有衝突的時候 於是戰爭 征服 凌虐 暴力 哄騙 都成為城市 四邦 帝國崛起的手段 透過暴力 合法性 正當性 或意義系統 你做這些事情你有意義 個人相互間的矛盾的行為 可以轉變成統合的行為 一致的群體行為 於是群體複雜的結構 變成客體化 高高在上 國家可能高高在上 大學這個典堂也可能高高在上 這就是統治社會的國家 統治我們學術學習的大學 國家成為客體化 爭權奪立的政治統治的工具 這理治不一定是治理的治 而是制度的治 因為這和後面的載治有關 韋伯的統治或者他的載治社會學 德文叫 Hairshaft Sociology Sociology 一個Hairshaft Hairshaft是一個統治管理政府威權好多名詞的結合 英文要翻譯多不容易 英文常常會翻譯做 Ruling Domination 或者Domination 或者有時候Authority 所以韋伯著名的權威的三個 傳統的權威 滅力領袖的權威 最後是法律的權威 我們分別可以說傳統的是一種傳統的做法 以前人怎麼做我們跟著怎麼做 就是傳統 以舊力來行 滅力領袖呢 就是我們有時有天眾英才 有特別英武的人 特別有能力的人 這種人含有統治的滅力 從拿破崙開始 我們看到他拿破崙就是一個滅力領袖 韋伯甚至也把拿破崙的志兒 那個從共和國的總統改成拿破崙三世 改成帝王的拿破崙三世 叫Louis Bonaparte 把他看成滅力領袖 很多人是認為 本拿破崙是很差勁的 後來在1870年底完全給德軍來消滅掉 他只好乖乖地去出席了投降的會議 Bismark和Louis Bonaparte就在對面 一個是勝利者 一個是失敗者 所以後來德國的統一 也靠Bismark三長的戰役 是在我們這開端的時候 就已經跟各位介紹 馬克思和惟伯所處的時代 是德國還沒有統一 那麼什麼時候統一 1871年 所以馬克思到最後的十幾年 還是有看到一個統一的德國 惟伯後來1864年出生以後 更是七年以後就看到了 他的祖國德國統一 可是馬克思 韋伯兩個人 對Bismark都沒有好感 都加批評 馬克思和韋伯都嘲笑了Bismark 認為他格局不夠大 他不是了不起的魅力領袖 所以韋伯發明了卡利斯瑪 對卡利斯瑪再三的 他指宋揚拿破崙 宋揚拿破崙的志兒 偏偏Bismark 偏偏德國在十九世紀第二帝國 他的國王叫做威廉 威廉帝國 威廉本身他也不患在眼裡 威廉的太子 馬克思封巴登 他因為轟到巴登裡面去當諸侯 那麼打算將來繼承威廉二世 可是德國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德國徹底的失敗 戰敗 戰敗以後還要割土 各讓阿爾薩斯洛倫給法國 本來想要佔領一的一 這個比利時也沒有實現 本來要合併奧地利也沒有成功 結果第一次世界大戰 失敗了 德國戰敗了 這對威廉帛來講是很大的刺激 很大的打擊 因為在開戰之前他還興奮得不得了 以為德國可以戰勝其他領邦 德國威廉帛戰勝 德國可以成為歐洲的至少強國 在全世界的民族國家的系統裡面 可以佔一席地位 什麼地位 大國的地位 所以威廉帛也有大國夢 但是因為德國的潛艦政策 德國人最早發明了潛水艇 各位知道 利用陳雪仁來攻擊人家的船 而且最後這個有點爛攻 連美國的上船都攻 結果引起美國人的憤怒 美國人參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要不是美國的參戰 德國不可能被打敗得這樣慘 這樣快 所以威博到後期他非常反對 潛艇政策 反對合併政策 但是沒有用 失敗了以後 第一次大戰失敗以後 威博還被當做獨立人士 他那時候無黨無派 去參加環爾賽合約 他是德國代表團的一個成員 當然向這個協約國要求 對德國戰敗不要太嚴懲 要求太高 打擊太大 威博算進來一個國民的天分 這時候 威博也參與到威馬憲法的 威馬憲法 應該叫做 威馬 威馬憲法的草泥 所以威博也是一個政治家 和馬克思一樣的是一個革命家 革命家就是政治家了 威博本身沒有參加革命 但是他到俄國第一次大戰快要失敗的時候 他還呼籲德國人要起來革命 我說實話他對革命並不是很感興趣 俄羅斯的革命他有注意到 第一次大戰結束之前 穆尼黑還有北部的布萊門 都有德國人起義搞革命 甚至於在穆尼黑搞了一個蘇維埃政府 穆尼黑的蘇維埃政府 不是蘇聯的蘇維埃 不過後來還是失敗而終 因為主持者被刺殺 所以威博只好參加到威馬憲法上面 威馬憲法是一部對威博來講 雖然是要主張代議制度 就是國會制度的護活 國會制度能夠在德國就像在英國一樣 各位都知道 Parlamentarianism最早出現在英國 英國國王變成一個虛弦的元首 而誰是國家政治的負責人 英國的首相 所以威博也有這樣的期待 所以將來德國應該走向這個路 然後威博卻有一個幻想 將來還是要靠有滅力的領袖 來制衡官僚體系的囂張 就因為威博有這種幻想 一種想法 所以在威馬憲法23條裡頭 他主張有一個特別能力的人出來主持國政 領袖 但是他要經過老百姓的投票 公益 互決 互決式的領袖民主 所以很多人就懷疑 威博真正是一個民主的人士 事實上他因為主張 有一個有能力的能幹的滅力領袖 這樣的一個主張 所以有人懷疑 威博不算是一個真正 擁護民主的人 很不幸 威博的學生叫做Schmidt 這個Schmidt的卡Schmidt 偏偏就是替納粹鼓吹的一個 相當今天王富林在替習近平效勞的 這樣的一個角色 結果出現什麼 出現希特勒 所以希特勒的出現 希特勒還不是靠暴力而取得政權 希特勒是和平的一票一票的頭 選出來的國家的總理 因為你不能夠稱他首相總理 可是他後來自稱這個 Fuler他是領袖 這個領袖後來就是這麼樣 很快的變成一個獨裁者 他有沒有滅力 有 希特勒有滅力 就像史達林有滅力 毛澤東有滅力 都是滅力領袖 所以威博的滅力領袖 這個觀念 使我們很了解 這是他一生裡面的憨事 雖然他自己沒有做 他的學生做了 這個史密特就陪伴了 希特勒替他鼓舞 所以在第二次結束以後 史密特被抓到劉倫堡去大審 也後來關進了德國的監律 一年多才釋放 史密特的才華能力 全衝大學教授 綽綽有餘 結果聯軍禁止他擔任公職 因為德國的教授就是一個公職 所以這個活到八九十歲的老人 擁護獨裁者的老人 最後沒有辦法回到學校去 那麼這個是威博一生裡頭的一個憨事 雖然他沒有親自見到 後來納粹的崛起 不過他的思想觀念 再再的影響到這一點 所以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